大家明白吗 因为在艰难坎坷的当中 只有你坚持这条理念 你才能勇往直前 很多人学佛学到一半 为什么 很多人就变了 今天磕磕头信心十足 很多人去学佛的时候 眼泪一把鼻涕一把 我真的要改了 我做错了过两天 好了 庙在哪里也不知道 师父在哪里也不知道 全忘记了 对不对 所以学佛的人 一定要坚持理念 一定要知道 我们学佛就是真正的 来改变自己 我们要说千遍万遍的 叫修心修心 你要修心修心 什么叫修心修心 白话佛法讲得很清楚 大家知道什么吗 修心就是修正你错误的行为 修心就是纠正你错误的心灵 所以大家要记住 所以大家要记住 随缘是对现实正确的清醒的人的一个认识 我们要认识人对物质这个之后 还有一个叫精神知识 很多人就知道物质世界 你们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有精神世界 精神世界是什么 活得看不过 活得不累 但是很多有钱的人的累不累 很多有名的人的累不累 对不对啊 要真正的学会 放弃 抛开 把所有的名利 全都要抛开 那这样的话 你才能得到精神自由 精神自由 那是最高境界 所以物质的自由 那是暂时的 那不是永久的 而精神自由 那是永久的 伴随着你 所以台长呢 本来呢 真正到这里 这个地方来开始呢 是五月一号 我们说现在话就说 五月一号的下巴 那是台长准备来开的 晚上呢 就是跟大家的 也是继续的 我们的佛友见面会 那没想到呢 现在应广大 观众的这个强烈要求 现在每天晚上 要跟大家见面 实际上啊 台长愿意 跟大家天天在一起啊 但是大家要记住啊 这个世界啊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是美中不足的 所以呢 要记住 我们啊 好事多魔中 度过了这个世界 度过了我们的一生 所以我们怎么样 来把它改变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寻求在人间跟台长多待一会儿 你们很爱台长 台长也很爱你们 但是我需要你们跟我长久的永远的能够在一起 大家告诉我在哪里可以跟台长永远永远的在一起啊 所以当年佛陀自己跟着身边的五百个跟他修行的人最后全部上去了 我希望你们全部上去 因为任何的菩萨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台长知道自己修了多少事 我也知道自己过去时钟 曾经做过很大的法师 也做过很多的一些偷人的东西 我知道了之后我很难过 我没有开心 我很难过 我觉得我没有修好 我觉得我没有度更多的重心 我哪怕是长远再来 我还是度的不够 我希望我帮助那些我们的已经走在我们前面 已经摆脱人间城市的法师们一起 跟着他们帮助众生 让大家也共沾法衣 今天本来的因为人太多 因为我们的印了两千张 可以抽奖的 不是抽奖的 就是对后党 开心了 看到台长讲错话开心了 我在广播里也是的 把大家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因为在末法时期 我们旧人不能 古代的妙法 妙法就是说 很辛苦的说 你什么学习 你们是什么样子的 台长就变成什么样子来救你 你们要开心 我就让你们开心 我不管其他的 我只要把你们拉上岸就可以了 这个岸就叫彼岸 还要穿救生衣吗 所以大家记住 因为今天没有办法 对号码了 昨天还有对号码 对不对 大家说昨天台长晚上 讲的什么都在哪 对 吓死你们 什么都看出来 我经常还看出来人家 老公啊 老婆啊 有什么事情 结果我要问一下 你老公在不在 变相啊 他说不在 那我告白 他老公还在 好不讲 不懂英国 实际上呢 要记住 任何的人 任何的人 任何的尸首 他都是有一个 缘在来 为什么我们能跟人 跟人合在一起 靠的是个缘 人到这个世间来 不是善缘 就是恶缘 无缘无缘 所以你的孩子 你的爸爸妈妈 你所有接触的一切众生 都是有缘众生 所以为什么 观世音普大说 我们要度 有缘众生啊 因为有缘的你才能度 没缘分的 暂时不度 今天你们来的 都是有缘分的 你们跟我们的佛祖 有缘分 你们跟法师 有缘分 你们跟台长 更有缘分 你们自己跟自己 更有缘分 好好地保持 你们这种善意 台长经常跟你们讲 多欲未苦 一个人欲望越多 越苦 本来很好的事情 哎呀 我房子要大一点了 我的车要好一点了 我钱要赚得多一点了 苦了吧 这个欲望 一定要克服 人的欲望是制造你悲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所以多欲未苦啊 所以菩萨说 少欲无为 身心自在 人不能为 心无焰足 为得多求 我们要 要注意 要克服这些 因为你为得多求之后 你就是 挣扎 罪恶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欲望 去除 我们就干净了 百化佛法说的是人间的 万斯坪菩萨说 人成其佛成 为什么说人成其佛成 因为 在人道 是最好上天的地方 大家想一想 到初生道 你怎么上去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对不对 你们再想一想 只有人道 他可以上去 可以修成 所以要珍惜 人的生命 很多女孩子 经常在招呼 路台讲啊 这个男朋友不要我了 我要自杀了 他跟我讲 大概在两年多以前 台湾有时候看到这些小女孩到我办公室 我台湾 我要死了 你今天如果教我念 小的经典 都把我这个男朋友念回来 那么我就跟着 台湾好好修 如果念不回来 我出门 就是撞车 这些女孩子真是很疯狂的 你们去看看那些歌星上台 你看瞎瞎瞎风子一样 对不对啊 哎呦 哪两个银河 我这样的 傻的呢 我看了真的 你看澳大利亚 你看澳大利亚 到了 他们叫万圣基典 什么叫万圣 你们知道吗 脸上穿得跟鬼一样 你们知道什么吗 因为我下去了 我看到了 他们那些连土的 就是跟下面鬼一样的 所以他就万圣 他把它撑成圣了 你听到懂吗 一万个圣都出来了 实际上也是四月份 就跟我们亲民一样 大家听到懂吗 所以台长经常看到这些东西 我有时候很好玩啊 你比方说 日本上市大地产死 我早就预测过 预测过之后 有一个听众 在我们师生听 我在演讲的时候 提问题 罗太长 小日本这么坏 当年杀中国人这么多 罗太长 你看一看 里面有没有当年的日本人 杀中国 现在是会受爆的时候 他一问我这个问题 照说我 不会追看 但是我觉得 这个问题蛮好玩的 我看看 我一看 告诉你们 真的 很多的 就是前世的日本人 杀中国人 这次要不死 谁不要我看 我免费看 你们不看 我要帮你们看 我看是一个方法 是一个法门 是一个妙法 但是要记住 我看的目的是 要你们救助自己 要你们信佛念经 我不是要给你们看了之后 让你们增长于此 最终的目的 让你们归翼 我们 我们 菩萨 菩萨早就讲过 万法即空啊 什么法门 能够永世流传啊 没有法 就像一条道一样 当你走过了 这条道就没有了 为什么去把这条过去的道 还留着呢 他这个道 就是让你找到 目标的道 所以八万十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都很好 要记住 我们 挑一个 最适合自己的法门 去找到我们的母亲 找到我们的彼岸 学博人 境界最重要 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境界提高 我们喜欢 法师 喜欢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舍 他们舍了 我们才尊敬他们 那么 如果你们在人间 你们是居士 你们也能舍 那么同样 全世界更多的众生 照样尊敬你们